好 那我們來看看怎麼樣用ActiveMine來做影片剪接 那麼第一個 你進來之後 一般來講我們做影片通常背景大部分調成黑色比較多 對不對 你一般看影片的時候背景不是都黑色的嗎 所以你可以來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背景 右手邊有一個背景 這裡就可以黑色的 你可以把它調成黑色的 這樣就比較有那個Fu嘛 好 這是第一個 當然如果你有比較多張 請問可不可以一起調 你們在PowerPoint應該會嘛 按住Shift兩個可不可以一起調整 是一樣的道理 嘿 你就看你 那第二個 你要把影片放進來 那影片放進來有幾種方法 如果你要比較隨性一點的 來 我從這邊我們剛剛做好的是在這裡視訊裡面 其實它支援FLV 所以如果你的電腦錄下來的是FLV 也可以直接調進來 MP4也可以 所以我按住它丟進來 有沒有 這樣丟進來 這樣比較人性嘛 如果你覺得你要比較不人性的對待的話 你也可以找這裡 上面這個地方 有一個叫做注釋 這個其實它中文是沒有翻錯啦 因為它那個英文版的選單名叫Anonet 就是我們一般翻到註解嘛 Anonet 所以在這邊 你可以從這裡找到有沒有視頻 就是視訊從這邊插進來 這樣也可以 好 這是標準選單的位置 但是其實你從外面拖曳進來是比較快 好 那你進來之後呢 你看如果你是這樣子有沒有它會自動縮小 上面會自動縮小 所以你就把它拉進來 拉到你要的位置 當然最好的方式就是你的影片尺寸 錄下來的影片尺寸跟這個是一致的 是最好 就那個比例啊 像我前面這台是16比9 所以錄下來影片本來就是16比9 那我剛剛有發現有些同學的 其實錄下來是4比3 因為你們現在螢幕是4比3的 就是我們在OBS那邊 OBS錄下來 所以如果你剛開1280x720 這個其實是16比9 所以你就會發現進去之後 拉開會不等比例有沒有 就那個會有留空白 會有留空白 好 那你看我們一拉進來之後 下面這個時間軸有沒有就跑出來了 有沒有 影片的時間軸在下面就出來了 那第一件事情 我通常不會馬上開始剪 因為呢 我在這邊 因為錄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我會有這個卷軸 有沒有 我下面是不是有卷軸 所以通常我會先做一件事情 因為在時間軸這邊我放大鏡 我會點最右邊這個 就是讓它不管我影片多長 先把它撐到就是縮小到我可以看到的範圍裡面就好 這樣我會比較知道我整體的影片長度多長 你看我按一下 有沒有我整個影片這樣就進來了 就在這邊 這樣我就不用卷軸了 我也可以看到說大概用了差不多50秒左右的時間 好 這樣第一個把影片放進來對不對 第二個如果你真的有需要剪接的時候 請你先在這個地方 我們在這個 時間軸上面這個位置 你看一下 你在這個上面 隨便按一個 這個上面喔 有沒有 那時間軸點一下 你會發現有一根棒子跑出來 有沒有跑出來了 如果有用過威力導演的 就會覺得有點熟悉 因為威力導演 左右兩邊 也有一個小點點 這個叫做我們的時間軸 中間這個是時間軸的位置 左右兩邊就是給你來選範圍用的 給你選範圍用 所以我今天 如果我前面不需要 你看我到這邊來 我先拉過來 好 前面這裡不要 按著拖曳 有沒有拉出一個範圍來了 好 拉出這個範圍來之後 上面這裡 有沒有可以直接刪掉 這樣我就可以把這個範圍把它刪掉 按一下 前面就會補結 有沒有 這樣 有清楚了吧 嘿這樣就可以了 那相對的後面也是一樣 你就先看哪一些要 哪一些不要 把它去除掉 這樣子選起來 這裡一個叉叉 這是最簡單的 我們講的所謂的去頭跟去尾 那萬一你要的是中間怎麼辦 反正也是去頭去尾啊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要兩段 這一段 又要這一段 該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 我們會搭配左手邊 拋碰你的特性 你看一下 因為有時候 萬一啦 不小心 不小心怎麼樣 中間你有少錄一段 要不要補錄 要啊 各位不要 老師每次都要重錄啊 全部重錄 我只能跟你講 你要錄那段 也許補回來了 但是前後段會另外再出錯 而且你講的絕對不會一模一樣 因為那個sense感覺不一樣 所以如果說萬一你中間有 我有插入一段 我們可以這樣子 你時間走到這個地方 到這個地方 我就來用這個功能 你看 我們後面 這裡 嬉的後面這裡有這個東西 我時間走先到定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這裡按一下 這樣子 你來看看有什麼不一樣 按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我左手邊有什麼不一樣 有沒有變成兩段 再看一次喔 我還原一下 本來我是一段對不對 那這個功能呢 就是我們講的 叫做 分割換燈片 也就是 如果你不用這樣做 雖然我把它切斷 再補一段進來也是可以 可是我把 用拋空的概念 把你要的那一段 當作一段投影片 另外一段 是不是可以放第二段 了解嗎 你看喔 我這邊切開 這樣有的對不對 啊 糟糕剛剛忘記一段 欸 你PowerPoint不是會調整 播放 那個播放順序嗎 這樣可不可以補第二段進來 用這樣子是視覺化你也很清楚 了解齁 所以你在這邊或者甚至你要插入什麼 PowerPoint的內容也可以啊 或是插入圖片也可以啊 比如說我要做一個片頭 應該說標題 我就在這邊 這個我要做標題 所以我把它拉到上面來 這裡可不可以打入標題字 那您看一下左手邊 到底一張投影片 播放的時間是多久 你看左手邊上面有沒有寫 我看一下怎麼樣 讓你們看到 原來你們看到跟我看到不一樣 你看每次都有新挑戰有沒有 都要想辦法 這樣有沒有看到上面有那個數字 所以上面會告訴你說 這張投影片播多久 那麼如果你裡面是沒有內容的 沒有內容就是或者說 預設的那個新增的投影片 你在這邊有沒有發現是003 以前的那個交通部長 三秒鐘 了解 下面因為我有放影片進來了 是不是就可以調 如果你今天我要當片頭 我希望調整一下它的時間 你可以從右手邊 這樣有看到嗎 有沒有看到它的這個這裡 不過要注意一下它單位是毫秒 一秒鐘等於1000毫秒 所以這裡3000你就知道意思了 是不是3秒鐘 所以如果說你不是用影片的方式把它撐開的 那你希望說我這個時間比如說五秒鐘六秒鐘左右 那你就自己來這邊設定一下 那當然這裡萬寧你希望 PowerPoint有一個很厲害的叫轉場效果嗎 這裡也有 不過它沒有很多 就是標準的淡路淡出 飛去插去這樣子而已 就沒有太多 所以這樣會簡介了嗎 真的 用這個軟體是不是特別簡單 對不對 不難 最主要就是你剛剛 第一次沒有看到那個什麼 那個指標的時候 你必須在時間軸上點一下 那個時間軸的指標才會出來 才會出來 這個要特別留意一下 剩下的應該沒什麼事了 剩下就是做完之後輸出而已 所以你可以先試看看喔 好不好